吐嚕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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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野之夜 一蹤無關 你現在有什麼淡妝 一距離每一個參賽者 那什麼 好 那個心理箱 三層的 上面一打開 那無裝 變形金剛耶 我們發這個通告 妳是很開心來 她就覺得很痛苦 因為沒有晚上 做夢夢到小燕阿姨 她說我可不可以請鋼琴老師 另外再教我難一點 今天 是的 我覺得兩百塊有多多少 今天這段錄影非常的有意思 因為平常今天來的三位 都是經常上節目 對他們來講 上節目像喝開水這麼容易 但今天 他們從昨天開始 前兩天 就是接完這個通告以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剛在化妝間 每一個人互相的這個 對 好像是你嚇我 我嚇你 今天我們請到這三位來賓 不是他們自己表演 人生就是這樣 不是你自己表演 是你的兒女要表演 這下 你就摘了 是不是 是... 腦細胞都快死完了 因為我們三個都已經 就是119之外 因為她的病歷都在台大 所以她在台大 我沒關係 我三種就可以了 對 其實三種比較近 藍波因為怕她受不了 藍波送隔壁的那個衛生索就好 比較近 我剛剛還有交代一下 那個救護車 一定要先加滿油 等不一樣 還好對面就是加油站 不要這樣 帶我們出去的時候還去加油 這真的很奇怪 你們這個身經百戰 每一次來節目的時候 都是... 但是碰到自己孩子要表演 為什麼這麼緊張 也不知道 不是對她沒信心 不是 可是就是... 我覺得可能是愛之深啦 是... 愛之深 雖然她在表演的時候 妳會覺得好像就是 我自己在表演一樣 不...自己表演 我就算自己表演唱錯了 我還不會那麼自責 如果看到她錯的話 我覺得那個打擊是在我 我覺得我會每天做夢 我昨天就做夢夢到她在這邊 辯不出來啊 妳怎麼這樣 我就快嚇死了 妳要不是打擊她嗎 這個是妳心裡有障礙 但我們就不會說 因為她彈出我們自己會... 自己會那個愧疚 而是我覺得要怪 鋼琴老師 今天他們連自己的講話 都有點怪怪的 Oh my God 完了 是不是 來 坐一下... 坐... 我站得比較舒服 好 我們這時候 坐也不是 站也不是 坐立難安 真的... 好 我先介紹一下 今天邝明傑帶了她的這個 小威廉 小威廉呢 因為在學校有在... 我們這個不是強迫 這就是你們曾經表演過嘛 好 那小威廉在學校 也表演過魔術 對不對 所以呢 而且這個阿姨非常好 這個邝明傑阿姨會幫她做道具 有喔 等一下 她沒有去逼迫她爸爸做啊 她不會啊 對不對 她也會找人啊 對不對 她自己有先做 她自己先做 因為她覺得她的手工做得不好 那因為邝阿姨很喜歡 做一些小東西 對 我記得你... 我有喜歡打毛衣啊 做小東西 所有的她... 手很巧 做小娃 對 她自己弄一個什麼毛線別針啊 都是她自己手縫的耶 對... 但她現在還克服不了一關 就是她上次要請她當道具 進去要聚兩半的 對 這個藍波就比較可憐 因為她女兒要跳舞 但是跳的是國標舞 真心讓她爸爸難看 對 而且萬一跳得比爸爸身段還好 她一定是跳得比爸爸身段還好 而且還不找爸爸當老師 而且不找爸爸當老師 而且最重要的 爸爸還要帶她去比賽 這個時候就有評審 她爸爸就心想 我當評審的時候 報應會不會來得太快啊 不是 這個邏姐 因為我們是... 其實有時候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會接觸到很多參賽的人嘛 然後很多參賽的人 錄節目的時候才會遇到 然後你也沒有辦法幫她 例如說我今天也沒有辦法 幫她化妝 沒辦法做到 你今天沒有辦法幫她做道具 也沒有道具 然後我只能到現場跟他們一下 今天麻煩了 我女兒麻煩了 今天... 好 麻煩了... 你這個...你這個就是不對 沒有每一個參賽者 都可以去跟評審問走 沒有 我是跟底下停車的管理員 停車管理員是拜託了 讓我們先早點進去彩排 沒有... 沒有 我覺得其實去喔 其實我都會提早早一點點 帶她去現場 把那個熟悉團系 因為國標舞真的... 國標舞跟流行舞還不一樣 我們表演...我們你看演唱會 基本上都是一面台嘛 表演就是流行舞 也都是一面而已 他們是360度 例如說她在表演的時候 她在跳的時候 她是要全場 全場跑 然後你知道周圍評審啊 就是這樣 到處走耶 你要想看你360度 都有人在監視你 然後你要一直跳好 不能跳錯 難怪我昨天看 你在這個棚裡面鬼鬼祟祟祟 你就先來看場地了 今天我還問這個通告問一下 她說盧鎮老師不會來 好...來... 因為只有她看得懂啊 確定她不會來啊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但是妳女兒從開始說 爸爸 我要學跳舞了 妳是想到她將來是要去比賽的 對不對 其實我那時候 他們其實 她最早不是要學國標舞 她最早要學什麼 是要學那個流行舞 跟爸爸一樣 跟爸爸一樣 那爸爸為什麼不讓妳學呢 因為爸爸說 先把姿勢調整好 學流行舞會很容易 比較容易 他叫妳把姿勢調整好 對 我沒有說姿勢調整好喔 姿勢 因為她以前駝背 她以前... 因為女生很瘦嘛 小時候駝背啊 然後在家裡都是這樣子 然後其實流行舞會更... 本身因為她的節奏關係 她會更彎 更彎 更彎 很怕啊 為什麼 我怕她以後就這樣子啦 那時候因為她很瘦啊 然後就會很擔心 她以後會不會因為這樣駝背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利用國標舞 把它矯正回來 對喔 可是我們通常會覺得 女生應該芭蕾吧 芭蕾才挺啊 芭蕾也是 但是國標舞很難耶 而且那時候學的時候 我還特別跑到學校 去看那個老師先上 因為那時候是國小的社團對不對 社團 然後我就先去看看 那老師教得怎麼樣 胸不胸 結果就這樣看 對 那一看的時候 就是這一個了... 為什麼 真的喔 因為共正點 長得漂亮 身材好 穿得露 我看到那個... 我一常看過去的時候 我發現那個老師啊 他拿著手拿著一個... 那個棍子 木棍 木棍 拿一個木棍對不對 要拿木棍的 對 我就是很兇 那個矯正我們的姿勢 矯正 對 因為... 所以比你爸爸教得好 我... 可以說... 教得好嗎 不一樣的啊 那你過程你會譬如說 看他跳不好 你會罵他或什麼嗎 我看不到 對啊 國標比賽拼牌場 小小選手 大農莊 不過老婆觀念說 現在流行暗裝 一去每一個參賽者喔 那什麼窗戶外推啦 他說流書啦 把那個心理箱三層的 上面一打開 都無裝 變形金剛的 我只擔心了有沒有 我覺得全自己看不懂 少囉嗦 然後他去好好的學 只要那個老師很好 他就可以跳出來 老師 這個有時候看東西 你看像KenKen有時候在 他彈學那個鋼琴喔 是 其實我也不會彈啊 可是他在彈有的東西 比如說節奏啦 節奏啦 或是感情啦 或是有時候卡住啦什麼的 我們是感受得出來的 等一下 阿咪老師 你學琴的時候 覺得有這樣的父親 是好還是不好 他又不懂 但是他又說他聽得懂 就讓人家會卡住啦 什麼什麼 他就要有感情啊 他就是要有意見 你覺得這樣好嗎 不太好 就是我覺得一個建議啦 就是說 像我自己的小朋友的學琴 我小時候玩琴喔 就是都是爸爸媽媽 或者是阿嬤 用騙的 你好棒喔...就會了 其實不好都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不懂 所以他在那邊發呆 然後彈不出來 你好棒喔 我們鼓勵他 沒有 你可以問他 你有什麼...遇到什麼困擾 因為現在我剛才看到他的狀況 可能是比較過於緊張 所以他變成需要... 他沒有安全感 沒有安全感 對...所以如果... 他如果可以更有安全感的話 那個安全感跟學琴沒有關係 像我的小朋友 他的老師交情 我從來不會去參與任何意見 那我們只給鼓勵 我把那鼓勵去增強 但是鋼琴老師長得很漂亮 難怪每次都你送嘛 對不對 難怪不是每次都送女兒 去看那個舞蹈老師 寬恨燒 寬恨燒 但我們那個是保守一點 我覺得小孩子在表演的時候 我覺得那種自信很重要 小孩子表演 對不對 我想姐姐第一次表演的時候 第一次表演或第一次比賽的時候 緊不緊張 很緊張耶 很緊張 那爸爸有做什麼嗎 爸爸變緊張 就在外面吐是不是 沒有 在旁邊拍照 錄影 拍照 錄影 因為他們有時候暖身啊 我問你也幫不上忙你知道嗎 其實你幫不上忙是最好的 對 幫不上忙 真的 而且你知道那個排場讀恐怖 我們第一次去參加 嚇壞了吧 你知道我老婆... 因為現在小時候 我老婆的觀念說 現在流行淡妝 所以她也畫得很淡 嘴唇也畫得很淡 真的是淡妝 一去每一個參賽之後 都對她說 那什麼 那什麼流書啦 流書 然後你知道 那提借媽媽提借 那有多專業 她走出來那小孩子 大概這麼小 好像才這麼小喔 然後她那個拉進來 那個行李箱 三層的 上面一打開 全都假睫毛 沒法的 都無妝 變形金剛耶 很強耶 是不是 而且畫出來很漂亮 這個是藍波老師講 弱掉 對不對 你知道我那時候啊 戴著她 我內心看到人家這種排場 我多愧疚喔 我說如果舞跳 跳輸人家沒關係 這種排場輸人家 輸人家 輸人家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還滿重要 對不對 其實去比賽的時候 就會看到不同人生 老實講 我們是在演藝界久了 到那種 其實很少去參加那種 人家很專業 你知道他們去辦這個比賽 像我們可能都 比較像演唱會的場合 戶外這樣 他們不是 他們就在飯店的 所謂的宴會廳裡面 然後很漂亮 很高級 然後每一個人進來都是這樣子 由頭這樣子 不知道兩、三年 我不知道 其實我有點懷疑 他們前一天怎麼都睡覺 頭都乾淨到不行 然後帥到不行 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在去的時候帶著去 然後每一個都一個一個醒來 他已經兩個心靈箱 那走這個去 氣勢 這個就是氣勢 殺五色 不是 那是道具舉色 你現在也是... 對 但是你曉得 其實很多的舞蹈 就是這個國標舞界 他們很多自己爸媽都是老師 是的 所以他們世代相傳 對... 所以從媽媽或者爸爸 都是舞蹈老師 然後從小其實 假睫毛媽媽都淡過 所以打開都是阿嬤的 媽媽的 就哪一個秀呢 哪一個效果最好 哪一個效果最好 對 哪一個最抓得住眼皮不會掉 都差很多 而且他們真的每一個人啊 就是打扮啊 很多很多小細節啊 然後這次... 這次比賽看他們這樣子 下次又多了很多很多裝飾啊 每次都... 就像自己的演唱會一樣 很厲害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啊 不禁止... 你自從做了小威廉的指導老師 對不對 我覺得我老了十歲 因為你... 你會覺得很好玩 我本來認為 我覺得小朋友去發展這些東西 從這裡面找到興趣 我覺得很好 因為不能只死讀書嘛 可是問題是當你參與之後 尤其參與過身 他的道具是我做的 我很緊張 我前... 他要表演的前一天 我晚上起來想說不行 我要把他所有道具 再看一遍 優比先看一遍都已經看完了 重新再做一個優比的 我媽媽第二天萬一上台前 就那麼上台練習了一剎那 壞了 壞了 怎麼辦 所以我什麼東西都幫他準備兩份 然後最後因為他很緊張 搞得我也很緊張 侯昌明 我輕鬆 我哪裡輕鬆 小燕姐 來 我們來看看 其實邝明姐想不到 你看 這個...你看 就以前為了兒子 十一月的魔術表演 兩人熬夜 做道具 他練表演 這個最後爸爸進來吹熄燈號 說兩點半 兩點半 這還早的咧 這個家裡是有營長的 說夜不歸營要受罰 就乖乖去睡了對不對 你看這個 而且最重要是他很...他自己 他很龜毛 他很龜毛 像譬如我們今天要上節目 那節目裡面就講說 可不可以拍一段就是 他練習的畫面 一小段 而且他現在已經練到一個程度了 他當然練了一年 雖然是很新的新手 但是我覺得很棒 他只是一個練習的片段嘛 我拍了...拍了二十遍 然後拍了六百多秒嗎 六百二十幾秒 就是我們待會兒放的VCR 拍了那麼多啊 我們待會兒放的VCR 什麼一點點 但是我那天 我就蹲在那裡幫他拍 他說這個不行 我變得不好 這個有參謀說這個不行 我們對魔術 我們不能讓人家知道怎麼變得 這個時候才會怎麼樣... 當然你看這個照片是成果啦 就覺得很帥啦 大師耶 這是曝光的還是什麼 這是...這是開場 這有灑花嘛 灑花 開場 這是雪花 對 雪花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魔術練習 這不叫練習畫 這叫表演畫面嘛 對 這有練習的 有練習的 看一下 來 5 4 3 2 2 2 等一下 不用1啦 我們... 我們錄影到這 他們要開始錄之前就是 來 5 4 3 2 然後我們心裡要默念 1 0 就可以開始錄了 OK 小心... 來 5 4 3 2 別動 好 等我 不是 你最後有給那個定格嘛 人家有著要的TEMPO 不是 他動完了以後 就往前走了呀 你看這個... 這個好像29秒 我記得 我剪完以後 21秒要22秒 但是我前面拍了... 拍了600多秒 他...而且這個是我求的 他求了很久 他勉強說 全部弄完 因為我已經快翻臉了 而且我一直蹲在那裡你知道 花明姐也想到有今天了 對不對 對 平常錄影 快點啦 我那天有對著鏡頭講說 通常都是人家拍舞 我現在終於知道攝影師有多辛苦 是不是啊 這全部都是不能播的 拍了那麼多 他不讓我播 這總合600多秒 600多秒其實說起來還算小事了 說起你們兩個父親有什麼辛苦啊 我什麼...600多秒 我是不想吐槽他 我們...你自己講我們錄多久 在房間錄到 你知道嗎 我每一段錄 錄完 然後他就... 因為他有時候卡住對不對 卡住 然後他就停 他說 爸爸 重錄 我說好 重錄 這樣子可以弄了十幾遍 十幾遍完之後我就說 沒關係 你就繼續錄 我們只是錄看你那個感覺而已 可是他沒有辦法 他那個心理障礙就是一直... 他對自己很嚴格 所以他一定要從頭到尾談到完整 他要這個狀態 但是這個狀態之前呢 我們中間大概是先錄個 大概十幾二十次 錄完之後 那不然這樣好了 你在房間再練一下 爸爸先到餐廳去吃水果 我讓你輕鬆一點 然後呢 你好了 我在餐廳偷聽這樣就可以了 你好了 我們再來錄 這樣前前後我出來吃水果喔 大概來來回 大概有三四遍跑不掉 你還可以吃水果 我從頭都斷到我耶 我是故意的 因為你一直待在裡面 他反而他就壓力大嘛 那我們就出來嘛 那出來讓他自己再去面對 再去練 當然可以了 然後我們再回去再錄 大概前前後後 然後我帶在他房間 逛入那個片段 後來給製作單位 大概我 在房間裡 你知道像小孩子這樣子要求喔 那一般人都會說 因為他們求好心切 對 對不對 都說小孩子這樣好 求好心切 可是問題是 如果是我們的話 我們拍戲這樣要求 就說我們 對不對 阿美老師 不過他這個情況我會有一個建議 就是與其你要拍他 是你給他壓力對不對 是嗎 你聽我說 不如當時你為什麼不要手機給他說 你自己拍 他自己拿著 然後自己拿著 你去弄一個架子 然後說你自己拍完 袋子再給我 那是他給他自己的期許 他會自己鼓勵自己 我一定要談對 當然 這個我也想過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但是反過來我就在想一件事 我說如果連你最親愛的爸爸 我一個人在旁邊幫你拍 你都沒辦法克服 那今天要在攝影棚 面對所有人在談 那你怎麼克服 這個很矛盾啊 沒有 他在自己拍攝的過程 就會已經拿到自信了 這是結果 我小的時候四、五歲 就在現在像小劇團那樣的那個 去參加舞蹈比賽 我是三三秒 五歲 就是很多小孩走出去 就哭得回來 對 我就拿了第一名 因為其他都哭得回來 我才不哭就... 對... 跳...停一下 又這樣子是不是 是 其實那一瞬間 我以為他忘動作了 不是啦 我以為他不哭就... 對... 不是啦 所以膽子是要練的啦 真的... 也不是... 但是我... 我是覺得 我不曉得為什麼 那麼小的時候 他是一個 就像你講的 是一個原型的嘛 對 那這樣走出去 因為很多小孩這樣一出去 坐滿了人家 嚇到了 掌聲鼓勵 嚇到了 就哭了回來 但是我就是走... 走得當作 我還知道這一面是 評審的在這一邊 我就站在這邊 然後這樣舉個勾 掌聲鼓勵一下 好... 沒有 還有一個喔 我就把姿勢擺好 然後跟那個放音樂講 可以了 其實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對不對 然後表演完了以後 我還這邊... 這邊敬你... 然後呢 有頭有尾 有頭有尾 他也是嘛 他這個喔 他這個是考驗我的膽量 你知道因為製作單位說 要準備嘛 要拍一下練習的狀態 我們一直到最後一天 他們一直吹吹吹才交出去 你知道 他不讓我看他跳 他不讓我看 他也是自己拍 沒有 他就不讓你看 OK 我很忙... 就沒有辦法 我們找到時間可以拍 不讓我看他跳什麼東西 沒有 我跟你講 其實啊 不讓父母看是一種 我覺得我小的時候 只要我爸媽在 其實我會緊張 我也是 如果爸媽不在 我跳得很好 真的嗎 對 我現在也是 我現在拍戲的話 就是攝影機前面 如果大家都不認識我就OK 或是說一般人來觀看的時候 你知道他演得更過癮 對... 但是如果說就是 突然出來一個熟悉的影像 比如說Michael哥啦 或是我的家人 我就... 他這樣一出來我就... 我就覺得好像就是整個 回到現實以後 然後就什麼都不會了 這個就叫壓力 可是我請問一個點 因為我們本來都在想說 當然我們是用自己的角度啦 我想說那他所有 譬如說表演也好 比賽也好 或任何的場合 我們總希望能夠融入跟參與 那未來就是 你每一個環節 爸爸媽媽始終是陪著你的那種感覺 是 我們是這樣在想嘛 可是我覺得像其實... 那你是為你自己啊 你要想到他的感覺 你沒有問你兒子啊 不然你一直說啊 讓你兒子說 那我以為你爸排你嗎 不是 好啊 你今天禮拜期就好了 癥結點 我先走了 沒有... 其實我們今天做這段節目 很重要一點在這裡 其實我們今天做這段節目 不是說看小朋友的表演 而且我覺得 現在我們有很多小朋友的表演 父母參與太多他的情緒在裡面 對 對不對 其實像男朋友 他女兒已經跳得很那樣了 他才去... 我來拍一下 你知道 那我以後這個場合 戴假包帽子 戴口罩 因為小孩子會很在乎 我們如果沒有跟去比賽 有時候他們去中南部比賽的時候 他那幾次的成績都會特別的好 對 其實我覺得是真的 真的有這個原因 現在我們就來看小威廉的表演 小威廉超神奇 撲克牌魔術表演 小燕姐的屁股又魔力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我想請小燕姐 可以站起來嗎 我要站起來 好 救護車 對 好 我把這張大牌 放在妳上面 我坐下去 對 坐下去用妳的屁股 去感受一下這張牌 接下來我想請妳洗牌 對 洗牌 稍微洗一下 洗一下 一樣把這屁股分成兩點 對 那妳的屁股會告訴妳 哪一頁中 妳屁股妳在做的一道牌 左邊嗎 一樣 那妳右邊就把它往上丟 直接丟 對 妳要為妳小燕姐表演 妳前面10年 好嗎 小燕姐 我來...我來就好了 妳坐... 來 是不是需要小燕阿姨幫忙的 來 我坐在這 妳要給我什麼東西 好 今天的魔術表演呢 其實也許說魔術表演 不如說算潛能開發 潛能開發 對 潛能開發 其實在魔術圈裡面 屁股是很重要的一環 對 一般人其實不知道自己的屁股 其實也有感覺能力 我的屁股因為大了以前 感覺糞緩了一點點 OK嗎 可以的 可以的 好 好 小燕姐 妳相信妳自己的屁股 有感覺能力嗎 有一個超人般的感覺能力 我覺得我的屁股如果摔在地上 沒有做過喔 好 今天我準備了一張大牌 好 好 接下來我請妳站起來 好 我把這張大牌呢 放在妳的屁股底下 OK 這種狀況下呢 這種牌面 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 對吧 只有我知道 好 我現在需要妳用妳的屁股 去感受一下這張牌 好嗎 這個很厲害喔 強大喔 好 今天準備了一副撲克牌 好 請朋友拿好這副牌 好 好 我先去跟你確認一件事情 是 底下做的那一張牌 跟這副撲克牌的其中這一張 會是一樣的 對吧 妳問我 妳問我 應該吧 真的還想說不錯 對 五色張裡面一定會有一張 是跟妳屁股底下做的 跟我一樣的 OK 好 接下來我想請妳 幫我稍微洗一下牌 洗一下牌 對 稍微洗一下 好 洗好了之後呢 就可以分成兩疊 放在左手跟右手 對 像這樣 好 接下來用妳的屁股 去感受 去想像一下 妳屁股底下的那張牌 是在左邊這一邊 還是右邊這一邊 妳的屁股會告訴妳 妳相信我的屁股嗎 妳要相信自己 我真的沒有想到 跟快明街的兒子 會在一起用屁股表演 我沒有想到他要表演一套 我從來沒看過的 妳感受好不好 那是左邊還是右邊呢 左邊 確定左邊 那右邊就不要的吧 對吧 對 對 右邊就往後丟 直接往後丟 丟了就救不回來了耶 馬上救不回來了耶 一樣 接下來這一點呢 再稍微洗一下 好 洗好一樣 像剛剛一樣 分成兩疊 好 天啊 今天小燕姐屁股很好 妳覺得那是左邊還右邊 左邊 左邊嗎 一樣 右邊是不要的對吧 對 右邊 往後丟 好 接下來剩下這點白 刺激了 我都流手汗 不是 剩下這五張牌 好 接下來我需要妳感受 用屁股感受一下 然後把那個能量呢 傳到妳的食指 對 然後他的食指 妳覺得是哪一張 幫我觸碰到那一張牌 這一張嗎 第二張嗎 對 確定 不換 確定 好 我慢慢把它移到第一張 妳確定 確定不換 確定不換 好 我把它交給妳 交給我 好 先不要打開... 我把它交給妳 好 這是不要的對吧 對 幫我把它往後丟 這張牌是妳選的 對吧 後面很多牌 每張牌都不一樣 牌是妳自己洗的 她好像都怪 她怪我 小燕姐都變得不一樣 妳就說妳屁股今天感覺不太好 牌都是妳切的 然後妳往後丟 妳最後聽妳的屁股 選到的這一張牌 是 好 可以請妳站起來 然後幫我把後面那張大牌拿起來 好 先不要打開喔 接下來 如果打開是一樣的 代表說 我沒想到妳的屁股有靈性 它可以變模式 是嗎 原來今天是在健康檢查 YES 準備囉 3 2 1 放開來 這件事證明 我的臀部是有靈性 謝謝妳啊 小威靈 好厲害 這麼厲害 我們發這個通告 很開心來喔 感覺到很痛苦 對 妳有沒有晚上做夢夢到小燕阿姨 她說我可不可以請鋼琴老師 另外再教我難一點 今天如果彈了任何的不對 對 是的 所以現在意思說 要輪到她我要去碰歪嗎 我真的有兩百塊 有多... 來...我們現在先來看看 潔潔這個國標舞的比賽畫面 是不是 這是你拍的對不對 比賽跟練習的畫面 練習的畫面是不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拉到喔 拉一點點 還是她都把姐姐的便當吃掉 也沒有... 她跟妳一樣大 一樣大 而且剛才妳在變魔術的時候 我其實我都在算拍子 因為剛好有放音樂嘛 我就很怕說 妳怎麼不趕快再熱身一下 其實那過程中 其實是滿煎熬的 我個人覺得其實... 自己跳舞 我覺得還怎麼跳得OK 可是等自己小孩子要跳 其實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而且我看妳那個臉書上面 妳拿開來給觀眾們看一下 其實做爸爸的真的你看 就到處陪得去比賽 所以不一定是藍波啦 就是所有的這些小朋友 去參加比賽 鋼琴比賽 什麼比賽 這個做爸爸嗎 就全部都付出這樣 而且非常花時間跟花錢 真的 而且每一個父母到現場的時候啊 都一直在移動 為什麼 因為小孩子一直在移動嘛 一直在移動 他們都一直在... 然後一直在移動 然後又要保持一個... 你就說因為他們其實在比賽 是一個環節... 初賽 復賽到決賽 然後你又不能太靠近 因為為什麼太靠近 他會怕製造壓力 然後說我就看到 所有現場的父母都這樣 想要去關心他一下 就一直... 又坐下來 然後就爸爸這樣 就在一直反覆啦 然後每一個父母都是這樣子 就保持一個很距離 想要加油 但是又不太喊 喊太大聲又怕他緊張 整場都是這樣的 很為難耶 這個姐姐 你覺得你爸爸如何 OK嗎 OK啊 OK 只要不看你表演就OK了 你練習的時候都不給他看對不對 為什麼不給他看 你的心理是什麼 會緊張啊 爸爸看會緊張 對啊 對 我現在其實更緊張的是啊 因為他現在 剛剛有看到那個舞伴嘛 舞伴是女生 因為他現在開始大了 然後老師有些 在幫他物色男的舞伴 然後呢 如果... 如果我在想說如果如果... 我...我不會緊張 因為如果他... 但是我會要求 他去練舞就穿潛水衣去就好了 這樣子我很放心 你這什麼心態 對不對 你自己跳舞跳這麼久 你這個什麼心態 我們跳了一輩子的舞伴之後 你跳了一輩子 你的手有亂放嗎 不是手沒有亂放 我們是放在該放的地方 尊重的眼神 可是他們...不是 他們是一認識就抱情 第一個動作就要先靠近了 他會產生戀情喔 不是 我女兒很正派 我是怕... 剛剛妳講 爸爸都是想太多對不對 對啊 她現在要不要去學舞 她現在有啊 有啊 才剛剛開始學而已啦 是嗎 來...我們先來看姐姐 姐姐今天的表演 其實是跟以往我們所看的國標舞 跟不太一樣 她加一個新的beat對不對 對 流行...用不太流行 流行的...流行的音樂 但是講到這個音樂我就還緊張 我那時候表演的時候 我想說最後一天要教音樂了 然後我就說好...就在這裡面 我就開始選音樂 然後她就一直放一放 放完所有的音樂 她說 我瞬間就焦慮症就上來 你明明要表演 你不知道哪一首 我要怎麼剪音樂 她說好像是這一首 妳再讓我聽一下 然後到最後面是說 你都不對 你要跳得舞 你要不給我看 然後你又不知道那一首 我都快進醫院了 然後我就後來問她說 其實我覺得小孩子 有的時候是折騰爸爸媽媽耶 因為你們這樣著急 他心裡其實覺得還滿好玩的 真的嗎 平常都不能讓你很著急 如果是老師的話 他馬上就說第三首 對 沒錯 真的 是不是 就是這首 聽這首 而且在跟同儕的以後 別人說是這首嗎 當然是這首 就是很清楚啊 完全正確 我現在來看你表演 加油 天生有舞蹈細胞的潔潔 帶來苦練有成的 國標舞蹈表演 沒有 換那個場景 我知道 先讓她聽一下音樂好了 我們一起 來 所以我們就來 這樣 對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go 好厲害 這是在你邊嗎 沒有 緊張了 破壞壓制中心 他跳得超好的 他跳得超好的 我還在想是你邊 沒有 如果他們先表演 如果他們不是很好 我不會緊張啊 因為我先排排 我不知道他們好不好 你把希望 希望在我們身上 對 我的名第一名是 我是 超級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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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got it from my daddy i got it from my daddy 好專業喔 很專業耶 藍波老師 OK嗎 沒有 我覺得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以前工作的時候 其實表演的部分 基本上不看 因為已經排完了嘛 然後自己看現場其實是有點... 對 然後很... 這樣子跳得很好啊 很莫名的就會一直算拍子 就一直算拍子 可是你知道他是很有自信 他根本好像沒有在算拍子一樣 而且他們跳得又跳 好像又停住了 又開始了 對啊 而且你算拍子 你都不在拍照 我們那個... 而且他們跳得又跳 好像又停住了 又開始了 對啊 而且你算拍子 你都不在拍照 我們... 反死了 因為我... 我會跟他那個拍子 跟著女兒跳好舒服 然後你一算 我就... 怎麼被反的呢 我跟船子真的... 真的被看出來了 緊張啊 那個心跳跳得比較快 他們很奇怪 跳...停滅一下 又這樣子是不是 是 其實那一瞬間 我以為他忘動作了 不是啦 那個會吸住人家的眼光耶 而且他那個身材跳起來就... 謝謝... 很棒 謝謝 終於你知道 你知道他拍子完之後 其實前兩組這樣 我們這樣表演下來 我會覺得其實是 真的... KK最煎熬對不對 KK 好 這個我看到侯昌明 人家說侯昌明小氣 一點都不小氣 從這裡可以證明 在2014年 兒子就買了一套股 他說有模有樣的 希望可以持之隱恆 爸爸的夢想很難完成 因為到2015年 他就換了琴 在這之前還有烏克麗麗 還有烏克麗麗 但是他每一樣都是他自己 主動告訴我爸爸 我要學什麼 所以兒子這個地台電鋼琴 開心得好像可以完成 你以前的夢 你不要把你的夢 加在他的身上 OK 人家只是想當林俊傑好不好 沒有 我只是... 我跟他講 兩個孩子我都一樣 就你想要學什麼 你有興趣 我通通支持 然後我也可以接受你 所以你老婆現在 也去考了廚師的證照 對 人也瘦了很多了 你反而就逼到什麼境界 沒有...他的瘦我沒有支持喔 但是他的中西餐的證照 那是他喜歡 所以我也支持他去做 所以他也都考到兩張證照 那女兒喜歡畫畫 我說那你就學 我說以後你喜歡做的 我就支持你 你是讓他們要各自去 負責賺錢 沒有... 不是 因為我只覺得說 每個人不見得說 你一定是適合念書嘛 對 那我女兒他... 我在看他不是那麼適合念書 你想要走畫畫路 我就支持你往這邊走 也對 對 我兒子也是一樣啊 我們來看一下 昌明跟這個鋼琴練習 聽說拍了幾小時對不對 你也不要難過 都是這樣 全家都是這樣 他們家還拍...偷拍了白天 沒拍成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 教練練習 有...氣勢...氣勢出來 怎麼會卡住啊 來... 我不會彈 完了 怎麼辦啊 可是你到時候要彈了耶 那你... 那怎麼辦 還是要再彈...彈別首 還是要這首 還是你這首要繼續再... 再多練一點 還是怎麼樣 彈別首啊 彈別首 可是現在就這樣放棄喔 嗯... 還是我們再... 還是再一次 再一次 好 來 預備 來 那還是不行 不完蛋的啦 對啦 看看 你講一句老實話 如果我們發這個通告 你是很開心來 還是覺得很痛苦 你有沒有晚上做夢夢到小燕阿姨 就變成一個像很恐怖的說 我沒有... 沒有喔 小燕姐 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通告 我當初在問的時候 我就直接跟Kent說 你要不要接 你要我們就去 你不要我們就不要去嘛 對 那是她只考慮了一下下 她說 好 爸爸 接 她自己說 然後呢 我就說 那你要表演才藝喔 你彈鋼琴 OK嗎 她說 嗯 然後我說那你現在會彈的 你彈兩首我聽聽看 然後她自己彈完之後 她告訴我說 可是我覺得爸爸 好像有一點太簡單 她說我可不可以請鋼琴老師 另外再教我難一點的 可是那個時候只剩兩堂課 她講 電視上面 不需要看到 因為等一下就彈簡單一點 OK 順利完成最重要 你不要讓你爸爸在後面說 卡住...對不對 電視表演就怎麼不能卡住 對 順利完成 對... 對不對 要... 有時候放個樓梯就過來 反正大家也沒劇本 是的 彈到哪裡就是... 而且我們也沒有會彈 這裡會彈琴的只有阿咪老師 對不對 他兒子也會彈琴 但是他兒子彈琴的時候 他也不去看 所以你今天如果彈的任何的不對 是的 那小燕姐 所以現在意思說 要輪到他我要去棚外嗎 沒錯 我這有兩百塊 有多遠... 好 不是啦 我們先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最後看KanKan的表演 謝謝 表演 對鋼琴有著完美堅持的KanKan 快來聽聽她酷烈的鋼琴吧 對 謝謝小燕姐... 是我的屁股不錯 KanKan 來 來啦 這麼跟你們結束啦 Kan來 不要怕 你這樣子讓人家怎麼怕 不會 我會對她好棒 你走開... 沒關係... 你不要再聽一聲 你不要彈錯 你都管她的 沒人聽得懂就繼續彈 彈到不好還可以恩情 對不對 反正我們今天都最後一場 對啊 今天錄到十點都陪你 好不好 好 就是播出的時候都是最好的 好 但只有小燕姐 留下來那一場 真的 晚了一點 用方法來啊 好 好 好 你們 好 好 有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